1421 經濟一周、美企競爭力稱霸環球基金長尾股 2015年7月18日中長線外圍區P 082、083基金經理專訪張建華內地股市急跌 迫使中央暴力救市,起了中央預救預跌 加上大批內地上市公司停牌,令市場恐慌情緒擴散之港股 今次內地股災凸顯投資內地股市的不足,封城金融資產管理部 董事王國英動式內地企業競爭力難跌外國企業 故早已將資金調至美股等海外市場,以分散投資風險 王國英管理的英明夥伴絕對回報基金,5月底回報率達37.8% 雖然內地爆發股災,令該基金6月底回報率縮減至31.2% 但仍大幅跑贏大市,上半年增鈔數僅升11% 英明夥伴絕對回報基金表現出眾原因之一 是近年轉型成為環球基金,隨投資中、港股票外 並且主力投資美股,以致入股及歐股等海外市場 香港佛資適應股票自2013年中起,王國英開始積極投資美股 當時帶首數入非一時報,美股編號FB博市場股值重股 王國英買美股的原因,是港股缺乏知適應股票的投資機會 故轉向美國投資當地擁有全球品牌股票及互聯網股 經過今次內地股災後,王國英對投資美股更加深信不疑 因為美國企業在全球影響之大無遠分界,不論美元強弱弱 對美國企業的影響並不大 今年上半年歐元對美元從1.4跌至1.1 理論上,歐元貶值令歐元區國家的競爭力大增 有利相關公司 然而,即使有約歐元撐腰下,區內公司股價仍不敵美國企業 今年上半年作為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成份股一份子的 Nike,美股編號NKE,股價變跑贏Adidas 歐股編號S,王國英概探,在低油價環境下 航空股股價普遍抽到爆擊,但德國漢沙航空Love Dancer 歐股編號LHA,股價卻跌到數達Z 可見德國公司執行能力並非如市場想像般者摩高 此外,美國企業推廣市場能力勝一籌 王國英認為這也是美股能夠跑贏歐股的另一原因 例如迪士尼,美股編號DIS電影風美全球 Visa,美股編號V-Cup Mastercard 美股編號5,信用他間全球通行 故上述對市場推廣能力的公司軍事王國英的外股 今年王國英發掘兩隻新種營透證券Interactive Brokers 美股編號IBKR及Market Access 美股編號MKTX,營透證券市股票, 原因是債券市場落盤方法仍相當落後 現時全球環有超過80%債券交易經電話進行 如下交易以電子交易平臺進行 王國英只無理由一直用電話進行交易 Market Access作為電子交易平臺龍頭 極有潛力擴展市場佔有率 內地股市急跌期間,美股並無明顯大跌 市場一度擔心內地股市急跌會影響美股 但隨著外地股市回穩 王國英亦順勢增持美股 如社交媒體非一時報 美股編號FB迪士尼 媒體公司時代環納 美股編號GWX及環球影業務公司Homcast 美股編號尼米CSA等 短炒中 港股票王國英暫時斷炒中 港股票 例如上週三七月八日 增炒數急跌如2000點 即日短炒又幫保險01299 為王國英認為A股無藥可救 今日買下去你不怕明日停牌呀 你買A股等於賣續接P的抗能薄網發電00566 或等於儲蓄存放在暫停營業的希臘銀行 你唔知幾時可以就F幾多錢 亦唔知可以納回幾多 1987年股災期間 香港增停市四日 時任聯合交易所主席李福少解釋 此舉是希望股民回復理性 然而 事與願為 福市後首個交易日次急跌33% 內地股票有停牌風險 港股亦會被內地拖累 反觀美國企業競爭力無出其誘 故黃國英實行長尾股 短炒港股的策略 去年至今Nike股價跑贏 Adidas-1 故滋身漢沙航空為德國的國家航空公司 德文為Lufthansa 願意為空中的漢沙 而漢沙則是13至15世紀 位於德意志北部地區的商業同盟的名字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德國分裂成為東德及西德 以西德為基地的漢沙航空 1955年4月1日首次以Lufthansa名而飛行 但東德亦希望以相同名字設立航空公司 結果產生外交風波 最後東德讓步 但禁止漢沙航空飛越東德 以載客量及機隊規模計 漢沙航空為歐洲最大的航空公司 亦是全球第四大航空公司 總部設於科隆 而算柳機場設於法蘭克福機場 案件可進入資料庫 發掘更多溫故資訊 如想查閱民中港股報格及相關互聯網連結 請按頁面右邊 王國英小檔案1990年起從事金融業 早年出任外匯技術分析員 家樂證券研究部經理 萬遜證券研究部主管2002-2005年任職 如太證券資產管理部主管 管理Rex Capitration Fund及Rex Capitration Pacific Fund 2002年9月至2003年9月期間 後者在亞太區回報排名第一2005-2006年出任 新銀萬國基金經理 2007年至今出任豐盛金融資產管理部 一部董事 文 張建華 福建華 福建於前迅速 公然有限 福建工 通貨 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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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